前面课程我们已经学行了如何配置Webpack 以及对Webpack的一些配置文件 进行一些相应的拆分和优化 这节课我们就看一下 如何在Webpack里面进行Bible的配置 在Webpack里面配置Bible的时候 其实我们需要用到一个叫做BibleLoader的 我们可以先查一下 我们打开这几期吧 然后在npmgs里面我们搜索一下Bible-Loader 大家看 这是不是一个Bible的模块Moder 然后给这个Webpack使用的 对吧 然后我们首先需要安装 需要安装BibleModer 然后还需要安装这几个两个包 另外它这个Webpack 因为我们的项目里面已经安装过Webpack 所以说这个Webpack我们不需要再安装 大家看 我把前面这几个命令 直接Ctrl-C复制到我们这里面 不错 杠大D就是杠杠C5杠DV的写写形式 然后其实我们可以去Bible的官网上去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打开百度 然后搜索Bible 第一个就是 这是它的官网 大家有时间可以看一看 其实Bible的功能非常的强大 大家看 它其实在这边有中文的文档 这边有介绍 大家看Bible是一个工具链 可以用于将ES2015这个加指的 是不是之后的版本 转化为向后兼容的这样的GS语法 以便能够在当前或者旧的版本 这样系当中能够被识别 然后它下面有例子 大家看这个例子 这边首先它是一个数组 点map 是不是要循环变力 对吧 它这个形式写的是不是ES6 也就是ES2015 这样一个间断函数的形式 当通过Bible转化完成以后 它能够把间断函数 转化成普通的function 这是它的作用 然后对于Bible其实这边也讲到 比如说大家如果后面学到React的话 其实React里面有个叫做GSX这样的语法 然后开始通过Bible进行转化 我们看一下这边 OK已经安装成功 在第一位Defense里面 你安装上个Bible这几个包 然后我们现在使用的Bible Cloud这个版本是7 大家要注意 因为Bible其实也经常更新 如果更新的话 大家也去官网上面 或者去NPM.js里面 看一下新版本如何安装就可以 其实过程都很简单 我们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看看Bible Loader里面 这边是不是有配置 刚才我们说过 在Webpack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配置 叫做Loader Loader其实配置就是module 然后我们把这段我们先复制过去 然后我们改一下 我们就在Base里面配置 然后跟Entry Output 把它印评级的 我们在多号增加一个module 当然module Rongers指的是不是我们配置的规则 然后在Test里面 我们需要配置一个证则表达式 匹配的是当前我们要对应的什么样的文件 指的是文件互相名的这样一个证则表达式 比如说我们简单一些 我们就想配置一点JS结尾的这样的文件的规则 OK 然后Exload指的是当前我们在把JS文件进行BibleModer编译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Exload里面去排除一些文件 比如说NodeModules 我们前面说过NodeModules里面 是不是当前我们项目一些因爱的包里面一些文件会在这个里面 这个文件会很大 这个文件其实我们不需要处理 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Exload配置一些规则 把我们想去排除的一些文件的一些规则 配置到这个里面去 比如说我们现在没有这个Bower 我们就直接就简单一些 我们就排除NodeModules就可以了 然后Use指的是当前我们匹配到这个文件以后 然后我们通过BibleLoader 这个Loader把它进行处理 OK Options是进行一些相应的操作 然后我们通过Bible-PresentEnv 进行一些相应的处理 再次强调 因为大家如果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可能Bible会更新 如果更新的时候 大家还是以这种手册成本为准 当然当前我演示的是目前最新的版本的配置方法 然后大家看 其实我们回到这边 我们可以再配置一个Env 一个预设 因为我们配置好这个预设以后 因为刚才是不是已经安装了对吧 Bible-PresentEnv已经安装进去了 然后其实我们在这边可以配置一个 这样一个安全这样一个配置 我先把它配置过去 大家看就在这边 我们在Present这个地方还要加一个中国号 因为相当于它这边是一个数组 数组里面包括这样一个数组 然后在它的里面把我们刚才复制那样一个 复制到这边 OK 隔着画一下 然后我们npm run start 我们试一下 看看我们的ES新特性能不能被转化 OK 编译成功 然后回到我们的设计器 刷新一下 因为刚才断掉了 所以这边连接失败 OK 这会可以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的source 大家看这边 有没有发现这时候是var sum 然后等于function 你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module 比如说我把它注视掉 大家注意 WiPack文件的重新配置 这个服务是需要重新启动的 因为如果我们自己写的GS文件 你只要Ctrl S保存 它能重新的变异 但是WiPack的配置是需要重新启动的才可以 大家看 我把order去掉 然后这边大家会发现 刷新完成以后 你发现它如果没有这种order 那么它就还是之前ES新特性的原有的预法 而我们加上这个order以后 我再重新启动一下 启动以后你会发现 这边它编译完成以后 就是ES5能够识别的这种function的预法 OK 所以说其实这个时候 我们就完成了对于我们的Bible的一个配置 大家看是不是非常简单 对吧 所以其实WiPack的配置并不复杂 只不过大家需要去多看文档 文档里面怎么配置 我们只要按照文档所给的指示 原封不动的只要复制过来就可以 因为毕竟这个东西都是别人写好的 我们必须遵守它一些约定 只要遵守这个约定 那么它就能够实现相同功能 尤其是如果比如说大家有一天 WiPack升级了 或者是Bible升级了 那怎么去配置呢 大家还是要多去看官方手册 只要你跟官方手册是一样的 那么就不会有问题 所以这一章我们学行了 如何对WiPack进行配置 以及如何在WiPack里面配置Bible 把我们ES新特性的语法 转化成ES5 流行器能够直接识别的这样的语法 相信通过这一章的学习 大家对于WiPack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当然WiPack的强大之处不仅于此 其实我们只是利用到WiPack里面 很少的一部分功能 但是由于本门课程的重点 是在讲解ES的新特性 重点并不是在WiPack应该如何去配置 所以我们只是用到了这门课程里面 所需要用到的一些WiPack的配置 大家后续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学习一下WiPack 应该如何去使用 其实这个WiPack的使用方式 也是我们前端的一项必备技能 那么大家多看门档 继续加油吧